这个皮壳也很奇怪 这个有点像假皮 你闻一下 工业的味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长毛大叔学 我们今天新的一期真的有太多太多的一个韭菜盒子了 大家看一下有这么多 那么有一位粉丝他就建议说这么多一个韭菜盒子 评一个韭黄 要不这样子 切到石头切到最好的 那我们把它的这一箱盒子评为一个韭黄 那我们由于视频常铸的一个规范 我们每一期可能只能拆一到两个到三个的一个盒子 那有这么多我们可能要每个月评一个韭黄出来 差不多这个东西就到我们一个月底 差不多进行一个评论 我们的韭黄 我送一个冤种给你们玩玩 我送什么你们就玩什么 我们先下来就差不多说切入正题 我们开始拆韭菜盒子 我们就随便拿两个来拆一下 哎呀这个大哥真会做人 这什么 这什么大哥 我说不了了 我说不了了 这个你说得了吗 这个大哥真牛逼啊 先放着 先放着 还有小纸 放着牛逃是吗 一定忘 这么大一张纸写了几个字 我以为你是送给我喝的 原来是送给你的石头 为了它缺掌用的 还有一个纸条 你两个字写在一张纸上不行吗 你还分两张 想看着解料就行 够我车珠子 卡12时多一串就行了 ok ok 这啥呀 你这个猎太多了呀大哥 这个肿水还行啊 这边是紫的 这边是漂亮的 但是它的猎是密密麻麻的毛细流 玉雕丝的噩梦 但是对于这种毛细列来说 如果你硬要给它打珠子的话 还是可以打的 那我看一下能不能帮你放成几片 给你打珠子 虽然珠子上带猎 但是我感觉你寄过来给我做的话 你也是知道它上面有列的 并且我感觉你是享受这么一个定制的过程在里面 毕竟是自己切出来的石头 自己想把它搞一串柱子 就算它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但是你也能接受的它 那我们看一下大哥的石头 我拿一个摄电筒 切斩了呀大哥啊 做一个接对料来说 看到没 不能说一模一样吧 不能说差不多 做一个木纳接对的公斤料来说 它里面切出漂亮花 这个也不是大理石哦 就是一个比较当的一个糯种 如果说是你是10块钱切的话 那它还是脏的 你又给我 你们又给我寄这种 这个都没浴化啊兄弟们 这个很差啊这个 没有用的 它连翡翠都算不上的啊 看到没 它的皮壳都跟那个石鹰岩的皮壳一样 那这个也是 你看一样的 它连基本的一个皮壳它都没有 那这种皮壳就不用切它了 百分百没有用的 还有一个这个 这啥呀这个 大哥这个石头有啥用呀 没用啊 这个石头太裂了 也没什么种啊 没有太裂了太裂了 这个很很款 这个我都没有去切它的欲望 你这个石头已经不管手气什么事了 大哥 你这个寄了一个旺仔也帮不到你 那我们这一箱就先过了啊 因为没有什么可玩性在里面 你要不打竹子就把你打了 没想到啊 第一箱就没什么可玩的 连切的我都不想切 第二箱啊 这个盒子可以 这个可能是九黄啊 一般九黄的做法就是让它 里三层外三层的给它包起来 这样它才能够见不得光 才能装得更嫩更黄 它上面写的试用装 让我想到了别的东西 它可能用的别的快递盒来包的 这快递盒上面写的试用装 不太方便讲下去是什么试用装啊 哇这个石头很牛逼啊 我感觉九黄应该就是它了 一个小纸条 以后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谢谢这两位大哥 一定要备注好小姐 长包大师您好 很早就认识您了 之前是在XX的视频里认识的 我是玩了个三四年翡翠的新手玩家 三四年的新手玩家 好凡尔萨大哥 刚开始玩的时候不懂 后来开始主流了解翡翠 好凡尔萨大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石头翻纱太细了 看到没 这个翻纱很细 就像少女的肌肤一样 翻纱特别细 而且这只是一个断口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插口的一个表现 看到没 很油的一个红物车 那你像这种石头就注定 它的一个肿会很老 底子会很细腻 很漂亮这种石头 这个也是很红啊 超级红 但是这边也录了一点白肉出来 这个肿水也很不错的 无非小精品 可以 这个大哥玩的都是小精品 然后这个就有点像上次我爸爸快钱时候的那个明星剑信那件作品 它的红是一圈一圈的 这里有一圈 外面又有一圈 这个石头个人很喜欢 让人很舒服的一块笑石头 这也是一个淡油清底的一个打码卡 带着一点荒废在上面 这个也不错 这个也能整件掉一个好东西 这个就很明的 这个就不用去读了 那么漂亮的一个颜色 并且这边会感觉有点 哎 天空蓝的一个感觉 那不要有这种错觉 所以这个字 这个字是蓝的 你把灯打到上面就好了 这也是一块 把皮全拔完的一块打码卡 它的雾层特别的薄 里面的肿水的话 会呈现一个 落冰起步的一个肉在里面 这个肉是带一点底色 有点灰的 不是那种白肉 这个皮也特别的紧 它的肉也很漂亮 反正基本上这些石头都差不多 哦 这个翻杀就吸了 这个是很经典的一个水石 看它的皮革上面 基本上都被水里面磨的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皮革了 这个红相当的黄 油度差了一点 但是它的颜色保护度很棒 然后里面的肉的话 会呈现一个白色的 一个肉的一个状态 基本上整个石头都这样子 哇操 冰种 底妆差了一点 里面结构很粗 但是水头很长 冰种黄飞 哦 这是一个皇家绿 兄弟们 看到好石头了 哦 这也不是皇家绿 漂亮哦 这是一块落化的石头 其实落化的石头 大家可以看也很舒服 落化的石头是可以起胶的 这个石头就有一种焦焦的 一种感觉在里面 那这边黄飞的部分的话 可能冲水就差一点 雾层的部分差一点 但是它的肉质还是很不错的 下一个我们就看这个石头 就比较脏了 但是我们看到这边 会有一种天空蓝的感觉 在里面淡蓝色 这个石头还是挺有特色的 虽然它一个雾层表现 和整体的一个达马肯特征 不明显 但是它这个肉 这个肉我们给它打了 很高的一个分数 很舒服 很妖艳 很夺目 那我们看这一块 这是一块很经典的 一个达马肯的一个黄飞 它这个石头都没有什么裂 这个裂都没有裂穿 特别不好去切它 来看一下这个 这块我们看皮革呢 就可以基本的判断得出 它是一个总比较粗的 一个红飞 我们看它的皮革犯杂 不是很均匀 整体都有红飞的一个脱纱 看到没 这些黑的都是一个红飞的一个脱纱 整体都有肉 这边的肉就比较少 所以比较白一点 我们下一块 最后两块 这一块很漂亮 有一点机油黄的一个感觉 食物还是很漂亮的 镜头里可能会偏 会偏暗一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石头应该是今天拆到石头里面 最好的一块了 特别的黄 特别的亮 这个石头 而且当中可能还有一点 飘花的一个感觉在里面 而且我们看到皮革 这个皮革虽然粗粒一点 但是它的一些沙粒还是很硬的 而且这种东西感觉是能够 能够长花进去的 它里面肯定会有一点小飘花 这个是应该用来堵 那个皇家绿的一个料 可能它的绿没有那么绿 也没有关系 它这个黄也很漂亮 这个肯定是最好的 石头比较嫩比较腥 它这个黄皮还不错 但是它的肉有点嫩过头的 这就看怎么去叼它了 这个也没有什么堵性在里面了 基本上这个肉就是有点像一个 新挖出来的一个皮革 出了这种肉 今天好像一块石头都没有给大家切 要不要给大家扒一点石头呢 它们这个石头里面基本上都没有裂 如果有裂的话我可以给它来一刀 但是没有裂的话 我这么给它来一刀的话 太伤石头就先不给它切吧 今天没切石头有点不爽 要不我们再开一箱吧 本来就只想开两箱就给大家结束了 但是感觉这一期没有切石头要怪的 决定还是挑了一箱比较小的 再给大家开一箱 两个大石头 没有小纸条 哦 没事 这男人打到脚也不能喊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时候的打灯有没有表现 打灯没有表现 读够料 来 再看下一块 看到没有 我们看一下这个皮革也很奇怪 这个有点像假皮 做完以后刷的 你闻一下 工业的味道 是啊 就是它的一个油漆味和胶属味很浓啊 这个工业的味道 是啊 所以我拿到这个皮革我就感觉很奇怪 而且它拿在手里就有点像什么 就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 我们打灯看一下有没有表现 毫无表现 大哥 你这个很有可能是买到带假皮的石头了 那我们秉针 开到石头 我们就给它切了的原则 我们先 我们先切这一个吧 我们沿着它的裂给它干一刀 大理石 是一个底妆特别脏的一个细裸妆 这种脏度你放个十年一百年 它都没有用的 那这个石头我就 都是给大哥寄回去 我不知道大哥是干嘛 可能是被骗了还是被什么 我们可能天天天天切掉 我们周围全都是石头 我一拿到手就感觉这个东西不对劲 为什么呢 从两点出发 第一个 它这个皮壳 它这个扎手程度 虽然有那种很扎手的皮壳 但是它扎手的时候 同时被什么东西包裹着的一个感觉 第二的话 它的一个颜色 它这个颜色虽然是 它是一个 它可能之前卖给你的时候 它是湿了水的 湿了水你是看不出来 感觉跟那个黑乌纱 磨丸鸡的那个黑石头一样 但是等它干了之后 它就像油气一样的 又有一点反光在 就很恶心 然后第三点呢 我拿这个石头 在鼻子前面一闻 闻到一股很浓的 一个油气的味道 一股焦味 一股很工业的一个味道 正常情况 石头是没有这种味道的 然后这个时候 你在手里时间拿的长了以后 它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石头应该70%的可能性 或者80%的可能性 它就是一个假皮了 我们也不知道情况 就给你切开来看看 好吧 你看如果这个东西湿了水 你是看不出来它做的假皮 它都裂在这里 我们颜色这道裂给它切下去 石头已经切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石头究竟怎么样 它是不是假皮呢 很牛逼啊 这个石头 还乌鸡 好臭啊 这个石头 你看它这个皮颗冰云太夹了 你知道吗 我一刻都不想让它在我手上呆 太恶心了 那个味道太臭了 就像你拿一个橡胶 把它放在巨片上面切 热量产生之后 那个橡胶散发出的味道 很刺鼻很刺鼻 真的 而且我手上现在感觉也黏黏的 就这个石头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注意一个假皮 这个已经很明显了 它就是一个鸢种 它就是一个大理石 里面底装特别的差 特别的粗 然后它给你外面涂一点那个沙子上去 用胶水沾一层沙 然后再给你喷一点黑油漆 它就是这么做的 那因为我看到上面也有一点点 它有一个白的一个部分在里面 白的部分就特别像用黄沙 给它沾上去的一个感觉 最后再喷油漆 那块可能没有喷到 那我们今天总体的一个石头 就切成这样子 就已经切的差不多了 今天就是可以从三项石头 很明显感觉三位大哥 很明显是三个人啊 第一个大哥 他有没有浴化的石头 也有一块大的一个南奇满列的 他也想打点珠子出来 这个我感觉他可能是一个初级玩家 那第二个大哥作为一个 三四年的一个新手玩家来说 他是比较稳健的一个 他很明白自己要什么 他也在不断的给自己 囤这些达马卡的这些小精品啊 这些小精品是百分之百切不垮的了 就看你以什么样一个价格来买它了 第三位大哥呢 可能是一个真性情的一个人 是吧 他不怕啊 我就要切 我就要切黑石头 我就要切全毒料 赌石还是这样的一点 我建议大家就是说 在自己经济能力承受范围之内 花点小钱去娱乐一下 有一个小乐趣生活当中 就可以了 不要在乎结果 在意的是一个过程 更多的是用科学的眼光和经验 去堵他这个皮壳 堵你的一个眼光 堵石不是玄学 堵石是科学 那我们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祝大家生活愉快 读过我们 拜拜